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视乎那个项目的大小和牵涉的人数 其实这些劳工署方面是自然去对比的 只是分判方面就有视乎合约的设法 因为有时候我们投标的时候 总成建商就会用总结背对背的方式 就是back to back 就将分判的责任 在分判的过程中 就将安全管理的责任 大部分给了分判 当然不同的分判公司 他们的规模和管理能力都有不同 亦都视乎合约的范围有多大 所以你说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方法 怎么分呢 目前是未看到的 但是当然要根据劳工法例 其实那个劳劳处本身 是有一个绝对的责任 要保障公益的安全 所以其实第一个直接劳处 他承担的责任应该是最直接的 但是在合约的管理上面 总班也有责任要做 要做相对应的管理 以及提供物资的责任 但是目前就看不到 有一个很明确的文件 一个叫做官方 或者上面都统一的文件 是将中承转商 分包商 或者是我们叫三杀 直接陪住 以至公有之间 那个责任分得很清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